中文字幕 李宗盛 非常之后,我活着印度的大使,带我到一家中餐,中餐馆又餐了 这间餐馆是由住在印度好几代的一个华人家民所开设的 餐馆老板的大使,这叫做,被我说,我是个最难的 我既高兴又经济在印度一道投资的东西 我刚才跟他说过,我也是投资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煮的菜是不是好趣 我们叫了三支汤鱼鱼 一支用豆包片煮汤 另外一支用这样的酱油清蒸汤 没有前菜 因为在印度很难买到前菜 在印度很单碗的菜 按干扎的眼oo 封城里缥少器 吃包之后 我作业很好吃 没出来了过印度想水了人瓦 因为任何人 跟人情來說,文化都是很重要的 一個民族的力量,共產起決於他們文化的分別 因為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跟區域的文化也有所不同 例如,這家城的溫州人 具有很強的新加西斯蘭做生意的文化 有時候有些人稱他們為中國的女孩本 好多年前,有一個溫州商品到非洲做生意 後來在佳蓬,這個非洲的國家佳蓬,定居下來 她娶了一個非洲姑娘 她的日子,正是現在的佳蓬國家故事 她姓秉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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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成為好朋友 她告訴我,當她一次到中國進行官方訪問時 從溫州來一個代表團 到她住的年輕家人來國賓館去找她 從那次訪問之後 有超過三千個溫州人 移民到加州人 激發場 為當地的經濟做出風險 當胡錦濤主席在幾年前訪問非洲的時候 再到達加州人 受到熱烈的反應 今年大約,加州人外交部長 反過新加坡 問題的溫州會 也是晚夜歡迎她的 操作人的文化 是為了深厚的 他們無論是在做生意 還是從事社會的藝術工作方面 都做得很衝動 在潮州人之中 早安人的歷史最長 唐朝的《韓文公道》 《潮山左官》住了八個月 因為她的追過 潮州的文化 便很快地發生起來 今天最成功的潮州人 在李嘉賢 他從國萬根 繼續被潮州一級 做了潮州上市 上州大學的一個實驗 成為中國一個領先的一個實驗 那就是完全由於李先生 追見十幾年 最近 李先生這裏 追見的心病 給新加坡的 官僚通過封鎮水源 在新加坡 潮州人在很多方面 我也這樣子 給你美容 但重要的 不在於我們 有多富有 或多成功 而是我們能 為我們的社會 做出多少工序 在此 我要向一央公司 潮州外貝款 潮州外貝款 和其他潮州社團 自己 為新加坡社會 做的是多貢獻 最後我 公的潮州外貝款 十三週五年 今年成功的新年 並租了在座的 每一位嘉賓的 心態很明顯 公司主任 謝謝